又來到了桃園Bruce的時間 最近買車一定會遇到一個難題 就是到底是要買休旅車還是房車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到底是休旅車的空間 跟房車的空間 哪一個好 我們現在比較的是哪兩台車 就是這個 Toyota的ROV4跟Toyota的Artist 今天很開心 這個Bruce 還有來幫我們借了兩台車 就是這台ROV4跟這台Artist 如果單就外觀來看 兩台看起來都是黑頭車 黑色的都是黑頭車 黑色的頭啊 難道它是白色的嗎 可以 有沒有 這樣子也是可以 對 我們先看一下這台ROV4好了 ROV4上次好像有介紹過 它的頭燈 就是有一個魚眼 然後這個好像是一般的魯素燈泡 下面有一個霧燈 大概是這樣 那Artist呢 這一代的Artist 聽說也是最多人喜歡的Artist 它這個 有一點 跟現在Artist 有一點不太一樣 是它這個比較紳士的感覺 下面有個霧燈的配置 這個有配雷達 反而是那一台沒有雷達 這樣馬上這邊就看得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側邊 側邊就看到這個 17吋的鋁框 這個咧 這個是16吋 休旅車還是大一些 大一個 而且它是用休旅車的胎 代表什麼 代表它以後換胎會比較貴一些 哈哈哈哈 車頭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車頭我比較喜歡這個 為什麼 就是 因為它那時候 2014改款之後 對 就是這個型啊 突然比起以前的 會覺得好看 好看 所以那時候賣很多 你是說 他這 以前的神車比較呆 對對 比較圓 好 那我們看側邊這一台 那它是屬於SUV嘛 所以它這個整個 車高就高很多 站在旁邊就差很多 你看 對啊 有沒有 車高差很多 這個看得到 這還看不到 車高差很多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個開起來會比較 重心 重心比較高 比較晃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停車場 它有限高的問題 像這個車子 沒問題進去 但是這一台可能 會被它的車高 限制住 像有的機械車位 機械車位 就有問題了 然後 看一下車位 這個就是 傳統SUV的設計方式 就是它的 它整個車高高 所以你會側邊 後面是整個切平的 這一種是 它就是 它就是後面就覺得 屁股就特別的性感 你覺得嗎 真的 那你看那個 那個沒屁股的 看起來也膨膨啊 這個 對不對 還是TOYOTA的 比較膨 對不對 人家POLO 那個Golf 看起來也是帥啊 對不對 對 人家都說 房車的行李箱空間 一定輸 休旅車 其實也不一定喔 上次那一根 好 去拿那一根 那一根來了 有沒有 一個 兩個多毛 多一個圈 兩個多毛啊 然後這個側邊呢 用最寬的來量 這裡 這樣 三個 三個多毛 兩個多毛 跟三個多毛 哈哈 所以它的 行李箱空間 其實非常大耶 欸 這麼大 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我 嗯 神父我來看一下 欸 它側翻了 側邊這樣翻 對 因為只要有 背輪胎的 你看 通常都不會設計往上顯 往上 因為往胎有重量 OK 欸 它這個感覺就沒有 沒有那麼深喔 欸 反而比較淺耶 對 剛剛那個兩個毛多耶 然後 我們一樣以最寬的來看 欸 兩個 三個毛 一樣 寬度比較 剛剛那個是三個多一點點毛 這個是兩個多毛 跟三個毛 兩個毛 三個毛 欸 高度就差很多了 高度 兩倍吧 對 而且它這個六四分離 給它 凹下去 它整個就 躺平了 哇 這是休語車的優勢 這台躺下去也是很平整 很平齁 好 晚上想要放鬆心情來看個電影 電視的DTS Play 5 就可以不用擔心 吵到家人的安寧囉 這款Monster真無線藍牙耳機 不只連續可以使用4個小時 內建充電盒 可以讓你擁有16個小時超長續航力 這款耳機 三個實際測試了以後 高音非常出色 而且低音非常沈穩 可以完全呈現專業立體聲音效 最重要的是 它還支援高效防水 IPX5 帶著它運動完全不用擔心喔 總之是一款CP值非常高的 真無線藍牙耳機 坊間類似的產品動輒5000塊8000塊 原價4990 這次廠商特別提供非常優惠的價格 一組大全配才1990元喔 終於可以安心看一場電影了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喔 要去坐後座空間的時候 先把前座調整好 前座調整好 我已經調整到我的座姿了 Bruce調了嗎 來看一下喔 它這用料 皮革 然後這樣 這個你來看看 這一台RAV4 大概我是兩個拳頭左右 那你咧 沒有拳頭 你的怎麼會這樣子 紙頭而已 怎麼會這樣 因為 做前座比較躺的話 對 就會變這樣 對對對 但是還不至於到碰到 正常這樣做 碰不太到 碰不太到 對 我們看一下頭部 還不錯 一個多拳頭 一個多 寬度大概是這樣 我們兩個座 中間要坐一個人 可能可以啦 但是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 滿緊繃 滿緊繃 我們看一下 我們去那個 那個坐一下 進來了 怎麼那麼快一飛就飛過來 我這個齁 大概 我覺得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跟RAV4差不多 阿你咧 假如我以駕駛座 是我的話 一個半 一個半 對 所以 可能比那個還寬 對不對 對 你覺得比那個還寬 因為你剛剛調太後面了啦 對啊 就是 因為駕駛的時候 我會坐比較前面一點 嗯 那頭部咧 頭部當然就沒得比了 這個只剩三個指頭 對啊 指頭而已啊 沒有到拳頭了 對 寬度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 好像跟剛剛那個沒差多少 差不多 差不多 其實用想的 也大概可以感覺到 因為剛剛量後面 後車廂 寬度差不多 所以你太表達 這應該也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們去看前座 對 先做一下Artist的前座 Artist Artist 這前座沒什麼好說的 前座一定可以調整到 你喜歡的座姿嘛 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它這一台 它這個質感就比 比WISH好很多 這道杜個的什麼的 雖然摸起來 這也是膠感比較重 這塑膠的 對啊 可是感覺整個設計 開始有在用心了 對啊 它那時候一改款之後 都軟了 賣得超級好 這邊 這邊是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硬的 沒有那麼軟的 硬直塑料 沒有那麼硬的硬直塑料 有一點軟 這都軟了 所以這個整個質感 設計的還不錯 然後這單區的 橫溫坑條是單區的 PUSH START 不錯啊 那CBT的變速箱 它這個質感也設計得很好 有鍍鉻啊 鋼琴鏡面啊 什麼都有 然後試著手煞車 CBT的變速箱 大概是這樣 看一下那個 休旅車ROFFEL的 做起來的內裝感覺怎麼樣 果然是進口的 馬上就有看到 這個 欸 電動 電動椅 欸 它這個質感設計又更 更不錯 這樣 喔 欸 還不爛欸 它是4AT變速箱 是不是 4AT 老4AT 方向盤也沒有那一台的質感 我覺得這很像 舊的Vios 對 比較舊的 舊Vios的那個方向盤 它儀表板也是這種 比較傳統的 但是車美式也是車機的 車機也是車美式的 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 我剛剛這樣子 弄下來 欸 休旅車的高度略勝一籌 但是 整個氛圍 內裝的氛圍 那一台也不錯 我覺得 好像也不賴 像 這時候順便補充 像這台的後座 假如說你是 家裡比較在意後座的話 這台後座的椅背是可以 調整 喔 對 那 阿提斯沒辦法 它後面就整個是 後鞋背了 沒辦法 所以 如果說是 家裡有長 長途的需求 可能這台也是不錯的選擇 後座的人會做起來比較舒服 比較舒服 欸 但是這個就看你自己的感覺 感覺 其實舒不舒服是很主觀的 對對對 像我 呃前幾天去開了那個 Volkswagen T6 的那個 California 那個就很高 那我忽然叫我 就是開那種低的 我就覺得 欸 這車子怎麼這麼低 開那個車子開習慣 再開我的車 我覺得我很低 我那台車其實已經很高了 對 已經不低了 對啊 結果我會覺得怎麼那麼低 怪怪的 但是又開習慣 我那台車以後又去開那個 你又會覺得 那車子怎麼這麼高 所以就是看人在你的習慣 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人生沒有那麼難好不好 就是看你搞不好 對 你開習慣了 大概你就習慣那個調性 因為這車子 車身比較高 所以一定會比 休旅車一定比房車還要晃一些 這是一定的 先天上的一個狀況就是這樣 那 還有什麼什麼問題可以分享 還有就是一些可能 家裡的停車位啊 因為他的那個門後面是側開的 所以你那個距離會比你一般上限的 需要多一點 多一點空間 對對對 這個要留意一下 但你也不用全部開 你開一縫就可以伸進去哪裡 對對對 就是沒有到全開 你可以開四十步 對啊 那側邊搞不好還比較好用 因為側邊你不用全開啊 那個下軒式的你一定要全開 你才有辦法鑽進去啊 不然如果開一點點你是鑽不進去的 所以這個好像 還比較好一些 就各有優缺點 所以其實車子真的是要看過試過 看你自己 對啊 不需要只看 不能只看表面 OK 那這個最後來聊一下 這是二零一幾年的車 這台是一二 一二年的RAV4 那他 當時也是進口車之汁 一二年的RAV4 現在賣多少錢 正常在開大概四十上下 不過這台因為他前面有換過板件 所以我們開價是不到四 三十幾萬 對 那是小板件 對 就是換前面什麼寶桿 喔 小事 但是因為換過這些 前面剛好沒辦法認證 所以當然價格就要下手 喔 所以什麼車有什麼價 這樣子 那台Artist 那台Artist 國產車 然後又是Artist 當時單價比較便宜 應該 那是幾年份 一五的 這麼新啊 這台一二 那台一五 一二正常開四十幾萬 一五要賣多少 一四改款之後 他後來有出一個Safety價 Safety Plus 對 但是氣囊沒有比較多 那他現在都賣四十多 也是四十多 一五年四十多 一二年四十多 一二年四十多 好吧 國產和進口 國產和進口的差別 當時這個牌價也比較高一些 所以就看你個人喜歡哪一種 就是一樣的錢 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這個一五年的Artist 如果喜歡房車 還有他的內部空間其實也不差 的情況之下 又俐落 你可以選擇那一台Artist 如果說你覺得你想要修旅車的這種機能性 然後又是進口車的整個感受 其實這台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這台真的很耶 我覺得也還不錯 那台配備可能會好一些 那台Push Start 那些都有 不過以沙發質感來講 這個應該 這個沙發比較好 這皮用的比較好的 對 好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又試了這個 房車車型跟休旅車車型的差異 那我們下次要試什麼 小車的差異 看看有沒有什麼小車 你們這邊有沒有什麼小車 有的話 我們下次帶來試試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大家想要放鬆心情來看個電影 卻常常會吵到家人對不對 Siren哥最近發現 可以使用這款Monster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連接電視的DTS Prefile 就可以不用擔心吵到家人的安寧囉 這款Monster真無線藍牙耳機 不只連續可以使用4個小時 內建充電盒可以讓你擁有16個小時超長續航力 這款耳機Siren哥實際測試了以後 高音非常出色 而且低音非常沉穩 可以完全呈現專業立體聲音效 最重要的是 它還支援高效防水IPX5 帶著它運動完全不用擔心喔 總之是一款CP值非常高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坊間類似的產品 動輒5000塊8000塊 原價4990 這次廠商特別提供非常優惠的價格 一組大全配才1990元喔 終於可以安心看一場電影了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喔